方钦天下 先生以为大国君主最重信义 秦国秦宫 齐威王眼神中流露出失望和惊讶 他本以为在孙斌那里自己最重信义 如果自己都排不上号 那被遗忘被鄙视的秦国怎么会是问题的答案呢 举国脱于魏央 秦宫厚重雄略 远非一个性子所能包容啊 齐威王强忍着内心的不悦 先不说现在 秦国不是齐国的对手 就算再过几年 秦国也够不上威胁 齐国要称霸天下 为时尚远呢 孙斌没有正面回答 但他意味深长的态度 已经让齐威王坐不住了 因为他是孙斌 大败第一强国的孙斌 齐威王想取代魏王 称霸战国 但齐国如何才能变得更强呢 强国无二徒 四个字 例行变法 齐国心政多年 难道说还不是变法吗 孙斌看得透彻 齐国整肃立志 大力反腐 也只是局部革新 深测变法 唯有效法 勤补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世间路有千万条 最正确的路 往往是最艰难的那一条 但这一条呢 往往很少有人愿意去走 因为他很孤独 他很艰险 他很辛苦 而选择这条路的人 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因为他需要的 不仅是破釜沉舟的勇气 还需要披荆斩棘的智慧 抵制诱惑的坚持 至关重要的运气 孙斌有自知之明 自己是兵家 况且只是半个兵家 变法强臣 天下难遇 并无执政能力 何敢误国呀 那个魏央 可惜呀 齐魏王后悔当初没能留住在纪下学宫 大放异彩的魏央 但即使如此啊 他仍然不相信 这个曾经在魏国都站不住脚的小小中数子 能让秦国成为齐魏争霸的搅局者 因为秦国虽然变法 可连一支新军都没有 这样一个弱国又能如何呢 不给魏国最重一击的还是秦国 残躯之身的孙斌神游天外的预感正在悄无声息的兑现 在秦国的大山深处 新任国伪车英的新军已经秘密训练一年了 但这支队伍由新老国人混编 兵士之间矛盾重重 为此呢 国军营区良清零一线下达最严军令 所有新军都要按新法训练 没有贵族奴隶之分 都是手足兄弟 都要一起在战场上浴血拼杀 若有老士族灭视新国人 败坏兄弟情义 那么就于触犯新国法 没有两样 一律按军法之罪 望战必威 在魏国宫秦危机解除后 十多年没有大战的秦人仍然没有丝毫懈怠 秦国新军能否练成 不仅影响着日后天下的格局 还时刻牵动着秦国老士族的神经 这新军要是练成了 魏阳岂不是树大根深 小甘成只会担忧后果 但老甘龙却动若观火 他认为 秦国新军成与不成 不再主将车鹰 在魏阳 在迎娶良 老甘龙的眼外之意是 眼下各国相互征伐 他的两个强劲敌手 魏阳和迎娶良 只要狗过了这一波 新军就成了 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 在条件不成熟时 要学会狗 在时机来临时 再果断出手 这样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而眼下一只和魏阳较量变法的 韩国丞相申不害 却选择了不苟 魏阳一见书生 他不知天下大争的残酷 他想复国之后再强兵 可他不知 等你富的刘勇 列强还能容你再生鸟牙利齿 说到底 魏阳变法 只不过是给山东列强 养好了一头肥猪啊 秦国训练新军的密报 在申不害这里竟成了魏阳的虚张声势 这足以说明秦国训练新军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而反观也在大搞变法的韩国就不一样了 我听说申不害在韩国折腾的挺厉害 练了十万新军 兵营就扎得大和难 声势很大 营曲良想不明白 同样是练兵 申不害为啥大张旗鼓 他是唯恐天下不知梦 但魏阳太了解申不害 太了解韩国 申不害自创法家数派 基于证明自己才是法家正道 而韩国在山东六国实力最弱 长期被其他五个老哥摁在地上摩擦 拖厕所狂扁 半道上拦路收保护费 韩国国军早就忍不了了 现在申不害一变法 韩国上下那是卯足了劲要扬眉吐气 按照常理 韩国本该悄悄练兵 然后轻验所有人 但申不害偏不这样干 他好不容易练出一身腱子肉 那不得发个朋友圈 给一直看不起他的几个伙伴看 如此做派 显然是让自己做上火炉子烧烤 韩侯和盛不害真想不到吗 突大事而有禁忌难 相比之下呀 变法之后的秦国则定力深厚 无人问津也好 既不如人也罢 只是一直默默的壮大根基 而这种艰辛的忍耐 也开始一点一点 引起战国格局的裂变 公元前342年 秦国变法十余年后 一支铁军瑞士诞生了 为收复河西 为保卫邦国家园 整蓄势待发 整军备战 为了这一天 历经屠治的国军营去梁 丹精节律的大梁造卫央 从一起风发到如今的两鬓斑白 新军主将车鹰 同样是黑了瘦了 连胡子都留起来了 但他们无一例外更加精神 在这次的军事演习中 观战台上的营去梁和卫央 目睹了一场骑兵与步兵的冲杀与防御大战 不管是士气 还是从装备作战能力上看 这支秦军已经完全脱胎患苦 如此景象 无论是身经百战的营去梁 还是熟读兵书的魏央 都大开眼界 但秦国的一步步强大呀 仍然没有引起魏国的注意 相反 大魏王把矛头瞄准了 那个引人注目的韩国身上 头脑向来清醒的旁娟 一听公子昂和太子深 这对卧龙凤楚讲话 头皮就开始发麻 他认为韩国烧强 对大魏霸权有利 韩国并不是魏国真正的对手 莫非上将军还是忘不了秦国 臣不明白 大魏国庙堂为何总是忘记秦国 秦国虽雄 旗帜未衰 一旦变法成事 必将成为我魏国的大患 我王到那个时候就晚了 论打嘴炮 旁娟向来不是卧龙凤楚的对手 更何况大魏王压根瞧不上秦国 于是呢 旁娟冒着顶撞老板的风险发出巨大警告 最终却换来了大魏王轻蔑失望的眼神 和一声铿锵有力的 散场 被大魏王轻视的秦国悄悄练成了新军 秦孝公赢去量惊奇的发现 在军事演习中竟然出现了两种新式武器 一个是骑兵长剑 二就是步兵木锤 和常用的骑尸剑相比 骑兵长剑轻而锋锐 可以大大增加砍杀次数 而有意思的是步军木锤 这木锤是千夫掌山甲自创 今日第一次露名 车银说木锤的威力还没有经过验证 所以还不能算作正式兵器 但大梁造卫央坚持认为 应该列为步军正式兵器 要不是这木锤之威 步军顶不住一个时辰 营曲梁不禁好奇 木锤这种略显滑 却很实用的兵器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 发明人山甲现身说法 魏阳从营曲梁手里接过木锤 正反复欣赏 车银突然发问 大梁造还认识山甲吗 岳阳南市喜慕立心 哦你是那个喜慕少年 昔日采药少年 今日成了将军 魏阳惊叹于山甲命运的巨大转变 而他不知道的是 军中的千夫长和将士 将近六成都是昔日的奴隶子弟 秦国变法让秦国新生 人人新生 秦国的新生已势不可挡 而魏国的坠落也不可避免 警监带来密报 魏国援军大批军队将供韩国 魏阳立即识别出 这是秦国的一次 不能错失的良机 魏国庙堂上 执疑灭秦的旁圈 再次没顶住亡命诏书 在短暂的消沉之后 还得直愣起来 去领兵攻打韩国 但他也留了后手 把能征善战的龙骨 留在了河西 相比秦国 魏国决议要攻打的韩国 此刻坐立不安了 在灭国危难面前 丞相申不害为了结盟 骑出两大国 被迫从刚刚吞灭的 陈颂两国撤军 这让决议奋发图强的 韩侯大为恼火 天赐良机 道口费肉就又是给吐了 这韩侯一气之下 决定和魏国拼个你死我活 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住新政 顶住魏军 军侯民断 臣立即部署 新政城外 来势汹汹的魏国大军中 统帅旁圈正言正以待 打浆油的卧龙凤厨 也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 又一场影响多国命运的 国际大战 即将拉开帷幕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关注我看最精彩的 大秦帝国解说